所以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我刚刚提到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是开环境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写的话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层次打上去 那记得,就是开,左上角有个新文件 那另外的话,如果说你要存档的话 其实上面有个Save 其实它的使用方法跟Office那个蛮像的 开一个新文件,跟World的一样 然后打层次,打完可以让OK 所以你要存档什么?存档,还是要出存嘛 因为有Save 然后呢,存的位置,如果假设 你要存的话,其实 因为我们这边就有C帖啦 所以你就C帖底下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建一个目录 那个目录名称的话呢 我的习惯是,你这边可以新资料讲 OK,那名称我习惯,这边叫Underline 为什么?因为它排在前面 因为你可以给它一个叫Python 然后后面给一个20 22好了 OK,资料 然后我习惯再加11好了 好,月份 来,没问题,你就大概有年也可以啦 OK 那我就是 干脆直接 你月1好了,给它 OK,Enter一下 然后呢,我就把它存在C帖的 先清掉个目录,把它放进去 OK 那这个的话呢,也许你可以 给一个名称吧 OK 假设是 Tex01好了 比如说这个 这个我现在是 今天 第一个测试的程式好了,OK 然后一个存,存储存 这样就OK了 那以后如果你要开启它的话 比如说你把它关掉 那下一次当然你要开,就开启就当 然后直接到哪里呢? 到你的C帖底下 这个跟那个弱的其实都一样啦 所以蛮简单的 找到刚刚的目录把它打开 那你刚刚的程式就出现了 它只是缩短了 因为它预设 它没有放大 所以你要Ctrl 加 Ctrl 前 这个还蛮好用的 因为有时候它那个编辑器 预设的姿态很小了 所以我希望把它放大 那放大的方法很简单啦 记得是Ctrl 加 Ctrl 前 这样就OK了 那其他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我要设定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那个底色 一般有很多人习惯底色是黑的 字是白的 那风格 如果你想要再了解 其实这边有个板手 这个板手就设定嘛 偏好设定 那你如果要设定的话 外观这边也有啦 这边也可以去调整 对 理论上 如果因为这边你们 之前是已经调调过了 所以你们看到 假如说可能跟我不一样 那你可以到板手那边去调整外观 另外的话预设 它好像通用里面预设的那个什么 语言好像 对 它原来的语言应该不是简体中文 它原来应该是英文版 所以如果你是英文版 你要调成中文版 如果目前没有繁体中文 只有简体中文版 那你想说老师我看前景中文版 我不如看英文版 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再调一下英文版 没关系 你可以调一个 你觉得比较舒服的一个环境 OK OK 那重新就启动了 它就会帮你做一个修正 这个第一个部分 那另外的话这一段程式嘛 我又把它放在 当你们讲应应该是第二个单元 所以如果你在第二个单元看一下 第二个单元里面就是 叫基本与法与结构控制 这个单元 那首先我们刚刚 其实就是练习什么 练习 第一个建立了两个变数 第一个变数是A 所以A后面的等号 实际上就是把后面的资料 赋予到前面那个变数 所以这个等号 这个等于 其实你不能理解的 以前的数学那个意思 其实是把后面的资料 放到前面的变数里面的意思 OK 所以 所以我们放的是一个整数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整数型的变数 所以A里面是放整数 但是在那个 程式里面不是只有整数 比如说你们可以变化一下 假如说我想要把它改动一下 把它改成A 变成是一个文字 文字 文字的话在程式里面 多半是用双语号 开头结束 这个时候A里面就放一个文字了 可是注意 文字有个问题 文字它不能计算 OK 所以如果你要拿它计算 假设你写的程式是这样 如果你弄一定会发生错误 OK 这应该有概念吧 所以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Python里面 它 这个文字的开始结束 可以用双语号 也可以用单语号 也就是 单语号跟双语号都可以 那你习惯哪一个用哪一个 因为我长期习惯是用双语号 所以 我就不喜欢用单语号 OK 但是你们如果将来在网路上看到一些别人写的程式 有可能会用单语号 那你也不要觉得奇怪 那至于用单语号算要哪个好 都好 习惯就好 OK 所以你就自己找一个你习惯的方法来写程式 因为基本上我写程式 基本上没有其他的语言是用单语号的 所以基本上我就延续了 OK 好 那如果你像这样弄的时候 会哪个地方会出问题 你认为它应该这个计算的时候会出问题 有没有 所以 如果你run它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在这个控制台右下角的地方 将来 它会用一些叙述告诉你说 到底哪些地方出错 所以接下来的话 你也要看得懂 到底你的程式哪个地方出错 因为 除错也是学习程式的一个部分 然后各位可以看到 在控制台右下角这边 他其实跟你讲的讯息 还蛮清楚的 OK 那以后的话 可能要看懂 先看红色字 按红色字 第一个啦 他其实跟你讲说 不过他用英文的 不会也很搞理解 Tike 的话是资料形态 L 的话是错误 OK 那后面冒号就是 他会告诉你 哪里出错 而且告诉你哪一行 有没有 Line 3 3 的话是这一行 这一行 哪里出错呢 他跟你讲 形态错 但是他没有直接跟你讲说 哪个地方 但是他后面有个叙述 他说如果你要串接 两个资料 A 跟 B 哦 如果要把它串在一起 你必须是要用 什么呢 字串 不能是 INT 所以他这边好像意思就是说 要你把它转成 这个文字的意思 那可能他已判断错误了 实际上就是说 两个形态要是一样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计算的话 那你必须怎么样 要先把 A 怎么样 转换成整数 再做一个计算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能要学 一个转型的函数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呢 假设说我把什么 把这个文字给他 所以 A 是一个文字 那如果要计算的时候呢 那因为他是一个文字 那他加上 5 的时候呢 哇 不行的 两个没办法加 所以你必须先把这个 3 转成什么 转成 3 才可以跟 5 相加 所以如果你要转型的话 OK 那当然呢 如果以色尔里面 以色尔里面 以色尔的话知道哪个函数可以转 文字转数字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int 那 int 是转整数 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叫 value 有没有 value 函数 也是把那个文字转换成数字 这一提其实类似啦 因为我们要 我们是要把 那个文字转换成整数的话 对不对 在这边一样 用 int 就可以了 以后记得啦 反正 int 就是 把资料转换为整数的一个函数 那把它刮在一起 实际上它就是把这个 3 变成一个 外面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双引号 其实就是一个数字啦 因为只有数字跟数字还可以计算 那点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程式里面出现错误 第一就是形态搞错 所以以后你们应该常常会看到 type L 那你要知道你哪里犯错 那基本上在那个程式里面 最常用到的不外乎是整数 不外乎就是文字 另外第三就是小数点 如果小数点怎么处理 等下我们再来看 这样的改完之后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 ok 直接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输出结果就是 8 有没有 就正确了 就没有出错了 ok 第一个喔 转型的部分 所以待会请各位试试看 把 A 改成文字 再利用 int 的转型函数做转型 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的话 在云端上面应该这边 也有的 这个是上下颠倒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假设我改成小数点 那如果你要改成小数点的话 那其实呢你可以的吧 比如说把这边改成什么 5.2 ok 5.2的话 那它变成是有小数点 那小数点 做计算应该是 ok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要转型的话 那要怎么针对那个小数点做转型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先试着把那个 就是 这个 文字的部分 这边加一个双以后 然后试着把它转换成 整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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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